3月22日正值2024年蓝梅州活动期间 当天老挝、越南两国驻华外交官 走进北京民族文化宫 共同参观驻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老挝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近达旺表示 在参观中他更加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 亲身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看到这里的博物馆感受到中国的历史比较远长 中国民族很多56个民族 参观中 逮族橡胶鼓等民间乐器吸引了外交官的注意 近达旺激动地告诉记者 在老挝有着同样的乐器 人们会在庆祝节日时演奏 因为这个是逮族用的 跟我们国家的一样的 这个鼓在节日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乐器来打 比如泼水节的时候 我们就拿出来跳舞 打鼓 泼水 这个是和中国的民族很相似 文化也很接近 看到这个乐器想到家了 蓝苍江梅公河合作是中国和柬埔寨 老挝 缅甸 泰国 越南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次区合作机制 蓝梅合作启动八年来 取得丰硕成果 有利促进了流域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在蓝苍江的这个在半年以来我们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多的贡献 奖学金给我们培养那个人才不管是本科生硕士或者博士 在文化交流的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多电影拍摄啊 文化交流啊还有那个艺术交流等等 未来的我希望我们再继续合作 不仅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还有教育方面的 再继续培养我们的年轻 让我们的各个国的年轻人走出国更多了解我们的文化